你们会发现我们每天都努力的工作 结果我们的效率非常低 学习的效率也非常低 是执行的效率也非常低 有的时候是我们已经掌握了 但是就是执行不下去 不管是工作当中还是创业过程当中 都会有80%以上的时间和精力 浪费在了很多执行之外的事情上 那么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了呢 我们曾经在策划公司做了一次头脑风暴 有12个策划人在一起头脑风暴 最后总结出了三个关键词 分享给大家 这堂课对大家非常非常重要 特别是执行能力弱的人 第一个是什么 是角色的转变能力浪费了时间 第二是链接的成本 第三个是执行缓解出现了问题 你看当我们给大家说一件事情的时候 这个角色成本特别重要 比如说我2015年 我跟所有人说 我说实体店的一定要互联网转型 实体店说为啥 我十几天干的挺好的 2017年 我说大家一定要做自媒体 一定要做社交化 有人说干嘛 我说要做三农自媒体 我不干 你看这个角色的成本转变非常的慢 比如说你作为一个老板 你想转化成员工的一个角色成本 很难的 员工说我就挣工资 你给我谈合伙人干嘛 所以这个工程当中需要大量的说服教育 气氛和环境 我们为什么要创造出很多很多的企业文化 合伙人文化 甚至跟他们进行教练技术呢 都在做一个什么说服 这个说服的根本的目的就是什么呢 角色的转变 如果员工都转成了一个合伙人 那这家公司是不是能快速的执行 如果合伙人都能够把它做成什么一个共赢的一个思维 我是合伙人 我要共赢我要付出 是不是这个公司也就能强大 如果社会当中都能够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文明守法的一个公民 都能够大家在一起分享 那么这个社会是不是也就和谐了 所以所有所有的文明建设 所有所有的说服教育 都是为了做一个角色转变 你像想实体 实体如果13年14年要转型 也不至于有今天吧 所有所有被淘汰的实体都是什么 都是角色转化很慢的 所以我们很长时间都是什么 都在说服 都在让自己的角色来转化 那第二个什么是链接 链接的成本啊 非常非常的高 有人说链接成本怎么高呢 信息是一种链接 但是真正能够让你链接成一个能动性 很难的 比如说你找谁 我现在呢 有一个产品特别特别的棒 我呢 要想链接所有的人 那现在我找谁呢 我找那千12个人 怎么找到呢 或者我找到的那12个人 那12人都没有粉丝啊 所以呢 找到谁很重要 找到不同的人 你链接的能力和你的什么呀 这种扩散的力度不一样的 还有人家找到之后的 愿不愿意帮助你 说今天找到了红克 红克愿意帮助你了吗 很多人都是虚假的虚夸的虚胖的 都是虚的啊 好的 我给你点赞好的 我给你分享 结果呢 好的 你很有价值 其实都是虚的 如果你要相信了这些虚的 你完了 这个链接成本当中就包含了什么 相信了虚的 找不到实的 找到了实的之后 没有能力可以给你扩散和链接 我们的一个招商团队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吧 我们一个员工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吧 说我遇到了一个困难 我找了上面的一个人 上面的好 但我来帮助你 结果呢 不了了之 这些都是链接的成本 我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链接的成本是最什么呢 最大的风险的 你如果堵了一件事情 堵了一个人 或堵了一个物 那这个链接成本可能就会让你失败 失败的很痛 最后你说 哎呀 我被骗了 其实不是你被骗了 是因为你没有想好如何控制链接成本的问题 还有呢 就是什么 就是执行过程当中缺陷了什么 一些漏洞 比如说我在执行 但是我红刻发现了 我不会呀 我执行不下去呀 但是呢 这就是我的本职的工作 我的角色 所以呢 我就得硬着头皮来干 结果我折腾了什么 折腾了三个月 出现什么呢 没干好 一件事情没干 浪费了时间了 吧 我上一环节和下一环节都跟着我倒霉了 吧 好了 干了之后呢 干的不行 就像农民种地一样 你种错了 你还得巴巴给重干 你比如说你这个策划人 上面跟的是项目组 下面跟的是设计 对吧 你说你这个策划出来了 设计呢 把那个设计的作品 按照你的策划思路设计出来了 你耽误了两个工作 结果呢让上面一报发现你这个策划方向错了 这是不是啊 这是不是变成什么呢 变成一个干湿了 那么我只能什么 只能把这个干湿扔掉 要么就鞭尸 那就错上加错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我们执行当中出现的漏洞 干了没干好 浪费了时间 想干呢 不会干 不能干 然后找人呢 帮手呢 找不到 这些呢都浪费了我们大量的执行的能力 所以今天我来总结一下啊 我们的执行 我们的学习存在了哪些问题呢 第一 角色的浪费 我们要说服人家 那么如何来改变呢 不要说服 找那个角色的人 而不是什么 把他改变成这个角色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不愿意用大学生 不愿意用一些底层思维的人 全部讲究上人力资本资源的人 人力资源就靠脑脑体力劳动的 全部会被淘汰 因为我没必要改变你了 改变你的成本很高的 我直接找一个这样的人 找一个这样的东西就可以了 那第二什么链接的成本 链接的成本最有效的就是我不链接你了 我给你利益 给你名吧 咱们合伙吗 第三个就是执行 执行这个环节当中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分析 那么只能够什么控制反馈 反馈是非常重要的 说你不行 我要反馈一下吗 找帮手吗 不行你赶紧下来吗 找一个行的吗 如果这三个环节你都没有关注 那么你的学习 你的执行全部会浪费的 我是红克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营销相关的事情 针对于管理者 针对于创业者 针对一个什么呢 一个学习当中的人 一定要掌握我说的这三点 好好的思考一下如何来提升这三点 谢谢